迪彤真寶苏 我不想太多 现在光是想无聊生活 无聊生存 已经耗费不少力 这段时间 太多事情要思考 太多事情要整合 去面对 怎樣可以在一個充滿荒謬 或者充滿不合理的狀況 提高自己的適應力和抵禦能力 而同時不習慣和麻木呢 當時是一種很直接 而花絲之味是很迂迴的 可能和我在人生的不同階段 我所見證的書寫的對象 就是李當空派一群年輕人 然後花絲之味是一群已經進入社會 亦都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們對於他們的原生家庭 有著一些很破滅的創傷 而這些東西全部都會累積到 令到他們的表達方法 他們的溝通方法 都是大肆而充滿障礙或轉彎抹角 烈日當空的一些憤怒 一些情緒 是由裏面向外伸延的 即是他沒有辦法自我認同 然後他向外在世界尋求 所以他向外在世界納涵 他跟一個我沒有辦法理解的世界 或者我沒有辦法適應的世界去抗衡 我面對我將要進入成年人的社會 我如何去選擇做一個怎樣的成年人呢 花之之味就是這群人已經全部成年 已經不再是他們有空間去任性 或者去逃離他們的問題的年紀 身處大環境當中 而我們可能會有麻木 或者習慣 或者過度適應 而不想轉變 而當轉變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會反思 我們這個狀態 或者這個模樣去存活 是否恰當呢 我們還有沒有改變的空間 這樣下去是否真的好呢 而當我們遇到適應世界的過程裏面 有困難有阻滯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原來在我們人生當中 我們一直很渴望他們出現的成年人 其實從來他們都是缺席 而不知不覺間 我們已經活到去 我們曾經渴望他們的年紀 那我們怎樣算呢 我們可能需要做的就是 我們成為那一位 曾經在年輕時候 我們很渴望他們出現 但是從來都缺席的成年人 可能這日當的精神狀態就是 聽不聽到啊 聽不聽到啊 不停地敲門 但是 花姐之味就是 不如我們聊一下 每一個下一代都會超越上一代 由上而下去觀望下一代的慣性 其實是一種衰老 一種頹敗 我會對新的東西很好奇 然後我會很欣賞 處於現世的人究竟 他們怎樣去疏解問題 怎樣去理解所有事情 又或者他們怎樣去建立 他們現有的一些價值觀 因為其實這個世界從來都在變 無時無刻都是處於一個 我們需要進化 又或者我們需要被淘汰的狀態 如果不被淘汰 所以我們必須要進化 而進化的過程裡面 有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接受我們是處於一個這樣的現實 當你知道自己處於這個現實的時候 無論多絕望都好 你不否認荒謬與殘落的存在 其實就是一種希望 因為越去否認 越去迴避 就越無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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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